你认识这个小东西吗? 它是最简单的半导体二极管 也就是这一类小东西让人类进入了无线电时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聪明的人类当初是如何发明二极管的 这里是一个硅原子 它的最外层有四个电子 纯净的硅晶体是不导电的 因为最外层形成了八个电子 这时候人们想到了零原子 零原子最外层有五个电子 人们把零原子穿入纯净的硅原子中 这样零原子最外层就多出了一个自由电子 我们把这个自由电子叫多子 这样掺杂出来的就是N型半导体 N去自于negative的首字母代表的意思是负的 因为N型半导体最外层的自由电子带负点 单N型半导体不具备二极管的性质 比方说当施加向右的电场时 电子向左运动 当施加向左的电场时 电子向右运动 它是随波逐流的 而二极管是具有单向导电性的 为了能够让硅单向导电 人们又发明了P型半导体 这次对硅箱体掺杂的是彭原子 彭原子最外层有三个电子 还是沿用原来的老套路 这次我们把彭原子掺杂进硅箱体中 可以看出彭原子就可不够八个电子 确实的这个空位叫做空穴 这就是P型半导体 P取自于positive的首字母 N型半导体中有多余的是自由电子 P型半导体有多余的空穴 然后我们让两种半导体接触 看看会发生什么 接触之后 N区中的多子会离近P区中的空穴 最重要的是多子的移动方向 它只能从N区移到P区 而不能返向流动 这时候就展示出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这就是电子学中常说的PN结 注意PN结是自然形成的 不需要加电 N型半导体中 彭原子失去了电子 所以带正点 P型半导体中 彭原子得到了电子 所以带负点 这就在PN结之间形成了内建电场 内建电场阻碍自由电子向P区扩散 如果我们想让电子持续不断的移向P区 就必须给它外加电压 让它突破内建电场的力 外加电压的方向是 P区加正点 N区加负点 只有当外加电压大于内建电场时 电子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向P区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们只用一个电子演示 如果我们给它施加反向电压 它是不导电的 因为这相当于增加了内建电厂 这就是二极管单向导电的原理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了 为什么电流是正向流动 而电子和它反向呢 这里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的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最开始电一电流的时候 就是和电子是反向的 所以就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接下来我们给两种半导体 加一个美丽的外壳 然后再从N区画一条白道道 表示负极 最后一道工序 给它加上两个银角 新鲜的二极管就这样出炉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